我的男朋友说他是来自恐怖游戏的怪物 我不信 哪有怪物每天给我洗衣服做饭 还撒娇要亲亲 后来 我被选中进入恐怖游戏 恐怖又变态的大boss将我压在身下 黑色触手不断挑逗着我的身体 他笑着吻我 现在信了吗 正吻现在开始 男朋友又失踪了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消失几天 他说他是恐怖游戏里的怪物 有时要去副本里作证 我才不信 笑死 谁家怪物是24小男友 每天给女朋友洗衣服 做饭 还要亲亲 不给亲亲 就不让睡觉 每天晚上我都被他折腾得厉害 有个晚上 我实在忍不了了 顾莫驰你每次出去这么久 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想分手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没有 宝贝 腿抬一下 男人微喘的气息 撩拨着我的耳膜 我像是被蛊惑般 配合他 听到他一声低笑 我才意识到不对劲 右一脚将他踹开 说正事呢 别岔开话题 老婆 真没有骗你 下次我尽快解决了那些玩家 早点回来陪你 别生气了 嗯 他又凑上来 亲亲我的唇 明明知道他说的是假话 世界上哪有什么恐怖游戏 可眼前 帅得让人流鼻血的男人 低眉顺眼地哄着自己 我总是忍不住心软 长这么帅 我让他怎么了 那你下次早点回来 不然搓一板伺候 遵命 老婆大人 距离上次 顾莫驰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 他以前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么久 之前最晚一个星期也回来了 打电话一直显示无人接听 我有些担心他 但没过多久 我就没精力去想他了 我莫名其妙进入了恐怖游戏 等等 恐怖游戏 来不及震惊 耳边就听到一阵 没有感情的冰冷电子音 欢迎玩家进入副本幽灵古堡 任务 找到多年前在古堡全人失踪的一支探险队 并探寻当年的真相 任务难度 S级 副本即将开始 请玩家做好准备 我懵逼地看着眼前发生巨大变化 不满荆棘的迷雾中 一座庞大的古堡 渐渐出现在视线中 古堡的墙壁苍老而破败 一枚巨大的钟悬在古堡钟楼上 神圣庄严 又透着难以言说的荒凉和寂静 与此同时 还有两个人出现在我身边 我们三人你看我 我看你 这是哪 刚才有声音说我进入了恐怖游戏 一个外表憨憨的小胖 惊恐不已地看向四周 妈的 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 老子没时间玩什么恐怖游戏 还有一单外卖没送 刚才客户还打电话催了 催催催 催你爷爷呀 另一个外卖小哥拿出手机 发现没信号 他骂骂咧咧地往周围的迷雾里走 我皱眉 眼前的这一切不像是梦 难道世界上真的有恐怖游戏 忽然间 我想到什么 立马冲往外走 外卖小哥大声说 别往屋里走 可还是晚了 外卖小哥走进屋里那一刻 有什么黑漆漆的东西 在屋中闪动了一下 外卖小哥尖叫一声 身影化作血雾 瞬间消失 同时屋里一阵诡异的咀嚼声响起 让人不得不想到 猛受怪物进食的声音 小胖一下子摊坐到地上 脸色苍白 屋里是什么 我也头皮发麻 浑身冰冷 不自觉想起顾默池以前说过的话 他说 恐怖世界的迷雾 将玩家圈在一个固定范围 如果有玩家想逃出去 屋里的怪物 就会将违反规则的玩家撕碎 当时我还开玩笑问他 那你是不是杀了很多人 他不以为然 嗯 太多 记不清了 现在回想起来 我毛骨悚然 我男朋友难道真的是恐怖游戏里 吃人杀人的怪物 小胖听我讲了迷雾规则后 眼神里露出绝望 所以我们出不去了吗 我观察四周 迷雾把我们包围得严严实实 除了进入古堡 别无选择 看来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 通过副本 才能活着离开这里 小胖哆哆嗦嗦 看着快哭了 那我们现在要进古堡吗 进吧 我深呼一口气 面对未知的一切 努力让自己镇定 顾默池会在这里吗 他在这里是什么样的存在 真的是 吃人的怪物吗 与此同时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弹幕也开始活跃起来 S级的副本幽灵古堡 听说这个副本很难过 死亡率很高 最近副本们都不好过 大boss发疯 搞得人心惶惶 我听说了 有个副本 甚至一个小时没到 玩家们就全被大boss搞死了 啊哈你们看 既然又进来三个新人玩家 要不要说他们倒霉呢 新人玩家竟然直接进了S级副本 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么快就死了一个 不愧是S级副本 没有老玩家带 这几个人得全军覆没 那个女生看着挺镇定的 还知道迷雾规则 不会是老玩家吧 不是 上面显示她是新人玩家 那她还挺机敏的 希望不要太快遇到大boss 活得九点 进入古堡 才发现里面比在外面看着还大 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腐朽的味道 古堡里很暗 但不难看出一楼是个巨大的宴会厅 像是贵族举办宴会用的 我注意到大厅尽头 墙壁上挂了一幅巨大的画 是一张多人画像 他们挤在一起 每个人无一步露出茫然惊恐的表情 仿佛在苦苦挣扎 却无法逃离画框的禁锢 小胖哆哆嗦嗦 不敢再往前走了 继续往前走 想看得仔细点 小胖怕得不行 见我往前走 只能跟上来 只是没等我看清话里的人 头顶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 你们怎么还在下面 马上十二点了 快上楼 要来不及了 几乎同一时刻 古堡响起钟声 我心跳跟着加快 对于危险即将到来的警惕感十分强烈 令我毛孔发寒 来不及细咎 上面是什么人 我拉着被吓了一跳 还在发懵的小胖迅速上楼 在钟声停止的最后一秒 我和小胖成功跑到古堡二楼 太惊险了 二楼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玩家 也是刚才叫我们的人 你们再晚一秒 就要死了 小胖气喘吁吁 我也缓了口气 看向眼镜男 刚要问为什么 忽然 整个古堡变得明亮 最上方的巨大水晶吊灯 突然亮了起来 古堡一扫之前的阴森破旧 变得焕然一新 富丽堂皇 同时 原本无人的一楼宴会厅 变得歌舞升平 大理石地板上摆放着华美的餐桌 在灯光下 悠扬的音乐在宴会厅中回荡 贵族打扮的人们举杯唱饮 不少男女穿梭其中 与舞伴紧贴着跳舞 小胖目瞪口呆道 这是怎么回事 那名玩家叹气给我们解释 午夜十二点 古堡钟声敲响之前 玩家必须要离开一楼宴会厅 不然 话还没说完 古堡大门又被人从外面推开 又有玩家进来了 这次进来的是个瘦瘦的男生 他呆愣看着热闹的大厅 眼中迷茫 似乎没想到古堡里面会是这样 舞会中央 一个娇美的女人走过去 邀请她跳舞 男人脸红着要拒绝 女人却是娇笑一声 将她拉进舞池里 跳舞速度越快 男人终于发现不对劲 可是晚了 女人肢体逐渐扭曲 脸上仍然带笑 男人的肢体 也随着她的动作不断扭曲 最后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扭曲姿 跪在地上 周围的人开始骚动 扑过去啃咬那个男生 随着男生的尖叫 我会在这一刻达到高潮 我们三人在二楼目睹了全过程 小胖吓得跌坐在地上 我也感觉头皮发麻 要是我们晚上来一会儿 就是那个男人的下场 那个玩家开玩笑地说 我没想到 副本都进行一半了 竟然还有人进来 看你们两个人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不会是新手吧 我点头 他不敢置信 怎么可能 这可是S级副本 新手刚开始 一般都会进入C级B级 成功通过几个副本后 才会被选进S级副本 再三打量 见我和小胖看着 确实不像老玩家 他有些同情地看我们一眼 那你们真够倒霉的 忽然 舞会下面又发出一阵躁动 眼镜男玩家不知道看到什么 猛地后退一步 看到他惊恐不已的表情 我的心也跟着一咯噔 怎么了 他出来了 谁 还能是谁 副本里恐怖又变态的大boss 大boss 我眉心一跳 向下看去 宴会厅出现了一个 身穿黑领礼服的金贵男人 他身形修长高挑 却带着说不出的音域诡诀 皮靴踩在地板 发出清脆的声音 一下又一下 让人的心跳 也不自觉跟着频率跳动 男人走到宴会厅中央 漫不经心 晃着酒杯里鲜红的液体 我盯着他的背影看 神色怪异 不是 这个boss的背影 怎么有点像我 那一个月没有回家的男朋友 舞厅中 刚才那个肢体扭曲的娇美女人 又变回了正常模样 献宝似的 将刚才那个玩家血淋淋的头颅 捧到男人面前 一脸娇羞 妈呀 哦 旁边小胖浑身抖 一个没忍住 刚呕起来 我按道糟糕 却已经来不及了 下面的男人听到动静 他微微转身 抬一眼往楼上看过来 不妙 眼镜男玩家 不愧是老玩家 反应快很多 在大boss看过来那一刻 立刻将我和小胖 拉到楼上视觉死角 但我还是和一楼的 英语男人对视了一秒 那是一双冷然的 幽蓝色眼眸 只是盯上一秒 就仿佛有无数条 冰冷的毒蛇 紧紧缠到身上 我头皮发麻 心快要跳出了胸膛 简直不敢相信 除了那双眼睛 副本大boss 竟然和我男朋友 顾沫池 长得一模一样 但木在这时也多了起来 卧槽 大boss 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 他不是应该 在最后两天才出来吗 要不是有老玩家 帮着两个新人玩家 几分钟 他们救得死 还用说 S级副本 当然不会很容易呀 嗯 只有我觉得 这个副本boss很帅吗 楼上别犯花痴 大boss杀人的时候 有多变态凶残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靠 别说 听说这个副本的boss很变态 出了名的阴晴不定 喜怒无常 给这些玩家们 先点根香 我和小胖 被眼镜男带到一个房间 小胖低着头 很自责 对不起 因为我害得大家 差点被怪物发现 眼镜男拍了拍他的肩膀 进了这里就必须时刻保持谨慎 深夜舞会会持续一个小时 在这个时间内 包括boss在内的怪物 都不会上楼 我问 一个小时后呢 找个地方藏好 能不能活到天亮 就看命了 眼镜男简单给我们讲了下 副本现在的情况 幽灵古堡副本 一开始进来15个人 现在副本进行了大半 人也死了大半 算上眼镜男 活着的玩家 仅剩下5个人 白天古堡里的怪物 会陷入沉睡 每到午夜12点苏醒 然后他们会在一楼宴会厅 举办一个小时的舞会 在这个时间 玩家不能到一楼 还要在这一个小时 快速藏好 因为舞会结束 才是这些怪物 真正的狂欢时刻 我们必须要分开藏 人多被发现的概率会增大 眼镜男玩家看了眼手表 来不及了 还有15分钟舞会结束 你们快点找地方藏起来 希望明天还能见到你们 我和小胖对视一眼 都迅速去找藏身的地方 时间过得很快 当古堡的钟再次敲响时 宣告舞会结束 狂欢之夜开始 我藏在古堡二楼走廊尽头 一间无人的杂货间 里面有一张破旧的床铺 我躲在床底 房间里还有一个复古衣橱 也能藏身 但是听眼镜男说 之前有玩家藏在衣橱里 就被怪物抓到了 我不敢再冒险藏进去 缩在床底 地板明明铺上了一层毛毯 我仍旧感觉到冷 我不明白 明明早上还在悠闲吃早饭 怎么晚上就到了这个 阴森可怕的古堡 面临生命危险 还有刚才那个 和顾墨池长得一模一样的boss 虽然他们面容相同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 顾墨池从来不会 那么冰冷地看着我 和我说话时 他总是拖着调子 懒洋洋 又带着一股黏人劲 而这个副本boss 浑身散发着忧郁病态的气质 仿佛多看一眼 就会坠入深渊 万劫不复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今天发生了太多离奇的事情 我很疲惫 眼皮止不住打架 最后撑不住 我睡过去了 睡过去前 隐约听到一阵脚步声 一双黑亮的靴子 在床前停下 我想 我大概活不到明天了 可能临死前的梦 总会回顾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我梦到了第一次 遇见顾墨池的那天 那天下着雨 我在一个僻静的小巷子看到她 她身上都是伤 昏迷在墙角 我不忍心 将她带回了家 没想到却被她缠上 孤男寡女共处一是久了 再加上她 长得实在太帅 我俩不可避免地 干柴烈火滚在了一起 成了男女朋友 不过刚开始 她并不是那么温柔 总是面无表情盯着我看 冷冷地 透着生人物尽的感觉 我被她盯久了 头皮发麻 但是她并不惹事 又很乖 让她吃饭就吃饭 让她睡觉就睡觉 甚至后来主动帮我承担家务 有次加班到半夜 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等我 桌上是已经凉透的菜 那是她第一次学习做饭 做给我吃 为了不让她失落 我当时吃了很多 饭菜味道有点怪 我拉了一晚上肚子 捂着肚子出来的时候 男人就站在门外 漂亮的眼眸盯着我 她说 你可以不吃的 我点脚摸摸她柔顺的头发 你第一次给我做饭 当然要捧场 很期待你的进步 男人看着清冷 却很纯情 幽暗的光线下 能看见她泛红的耳朵 这样一个清冷大帅哥 慢慢变成了我的24校男友 我们常常在家里亲密接吻 做那些男女朋友间做的事 享受难以言说的快感 我看见她眼里 逐渐化为实质的炙热 我们常在深夜拥抱彼此 她喜欢用黑色的触手 一圈一圈将我缠住 如同嵌入她的身体 等等 哪来的触手 我猛地从梦里惊醒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 陌生房间的床上 床很大很软 身上还盖着毛毯 很温暖 我茫然 昨晚明明藏在一个 很小的杂货间的床底 现在却躺在床上 没来得及想明白 又听到门外 传来眼镜男的声音 你可真是幸运 竟然活下来了 昨天藏哪了 紧接着是小胖的声音 藏在了厨房的米缸 那个米缸挺大的 能把我装下 还挺聪明 看来能直接进S级副本 不是没有道理 我推开门时 门外两个人被吓了一跳 见识我 小胖满脸惊喜 太好了 你也还活着 眼镜男玩家也是不可思议 看了我好一会儿 你们真是命大 弹幕也刷了起来 不错呀 这两个新人 竟然都活到了天亮 那个小胖子 昨天怕成那样 又有大boss出现 竟然活下来了 有潜力 这个副本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挺小胖哥 我觉得 这个叫江早的女孩 也挺厉害 进入副本后 一直挺冷静 我刚开始 还以为是老玩家 加一 哎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江早出来的房间 有点眼熟 我靠 我想起来了 这个房间 不是死过一个玩家吗 没记错的话 这个房间里面 有一个无头女仆 她竟然在房间里 安然无恙待了一个晚上 牛逼呀 我开始期待 这两个新人玩家 能不能活到最后 通过副本了 不太可能吧 有大boss在 玩家不全军覆没 就算是最好的结局 这两个新人玩家有点悬 我倒是蛮看好 这两个新人玩家 雷大佬不是从险境磨练出来的 我赌他们成功通关 我押一票 不是你们忘了boss实力 反正我赌这次玩家 全军覆没 白天的古堡 又恢复了阴森死记 昨天热闹豪华的舞会 像是一场梦 我们所有活下来的玩家 聚在一起 昨天又有一个玩家 被淘汰出局 算上我和小胖 只剩下六个玩家 另外三个玩家 看到我和小胖 也很意外 没想到副本进行到一半 会进来两个新人玩家 还成功活过了一个晚上 副本已经进行到大半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 那只失踪的探险队 有个玩家站出来说 白天古堡里的怪物们 会进入沉睡 这几天我们在怪物们沉睡时 几乎找遍了古堡各个角落 都没有找到 现在只剩下两个地方 还没有去过 小胖挠头问 还剩哪两个地方 古堡顶楼和地下室 古堡地下室比较隐秘 昨天才发现入口 至于顶楼 大boss的房间就在顶楼 大家表情凝重 明显剩下的那两个地方 并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 经过商量 最后我们六个人意见一致 分成了两对探索 我 小胖 还有眼镜男去顶楼 其他三个玩家 去古堡地下室 白天的古堡 安静到让人心慌 只有脚步声 在楼梯间回荡 我一边走楼梯 一边谨慎观察四周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再也不能以科学的眼光 看待这个世界 要想活着离开这个副本 就必须要不不小心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会进入恐怖游戏 但我不能死在这里 想起顶楼沉睡的大boss 我又是一阵头大 他到底是不是顾莫迟 如果他是 那我现在是玩家 他作为青角玩家的副本boss 他会杀了我吗 正想着 我突然看到楼梯转角的墙上 挂着一副沾血的画 画里有个女人 血红的嘴唇 对我咧嘴笑 我心一跳 楼梯很滑 一个没站稳 身体失去平衡 往后倒 下一秒 却有股力量 撑住了我的身体 我疑惑地看了眼身后 什么都没有 走在前面的眼镜男 见我停下 以为我害怕 安慰我 别多想 既然进了副本 就不能害怕 胆大才能活下去 一直往前走吧 我感激地说 谢谢前辈 如果不是他 我和小胖 昨天就会死在舞会上 都是玩家 互帮互助 活下去最重要 只要活着 就有希望 我在他眼中 看到对生的欲望 小胖摸了摸鼻子 有些不好意思 我也会努力 不拖大家后腿 我也坚定起来 我们一定会活着出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 弹幕却和我们 现在团结互助的 热血氛围不同 我去 你们刚才看到 有条触手 从影子里钻出来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触手碰了下 那个叫江早的女玩家 触手为什么 没有把她拖走 如果我没有看错 刚才江早 是要摔下楼梯 触手还小心翼翼地 扶了下她 什么情况 错觉吧 触手怎么可能帮玩家 肯定有什么阴谋 别忘了 上面还有个 大家伙在等着他们 我们并没有顺利 走到古堡顶楼 途中在一处走廊 捡到本破旧的笔记 但也将一个 沉睡的怪物惊醒 一个无头的肥胖女仆 拿着剪刀出来追我们 慌乱之中 我和小胖她们分开了 她们被追到 另一条走廊 而我则被迫拿着笔记 继续往楼上跑 越往古堡上层走 越安静 最后只剩下 我自己的脚步声 顶楼这一层更暗 没有一点阳光透进来 所有的窗户 都被厚重的窗帘紧紧盖上 只有墙壁挂着的吊灯 成为唯一的光源 让人惊讶的是 我竟然在这层的墙上 看到了箭头录标指示 对 就像是商场那种 逃生箭头标志 标志旁边还有一句话 BOSS的房间 请往前走 在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 PS 不用敲门 直接进吧 我嘴角抽搐 对于这莫名其妙的话 有点无语 谁逃生 才是最大的杀神 还有 这莫名可爱 迫不及待邀请人进去的语气 是怎么回事 半个小时后 我按照墙上的箭头指示 在走廊狂奔 这层竟然每个房间 都藏了一只怪物 现在怪物们正在 我身后紧追不舍 只有一间房间 我还没有去 大BOSS的房间 情况紧急 只能赌一把了 在身后怪物 即将碰到我的瞬间 我冲了大BOSS的房间 可怕的怪物 瞬间被隔绝在了外面 我却不敢松口气 这个房间奢侈滑贵 中间放着一张巨大的床 那个令玩家们 心惊胆战的恐怖大BOSS 此时正安静躺在床上 陷入沉睡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捏手捏脚走到床前 男人沉睡时 没了那双冰凉的幽蓝色眼眸 简直和顾墨池一模一样 我打量四周 房间并没有什么暗示 那只探险队伍 并不在顶楼 我得在天黑前离开顶楼 想到这 脚下突然被什么 黑漆漆的东西办了一下 整个人猝不及防地 倒在了床上 压在了沉睡的大BOSS身上 弹幕炸了 这些新人太猛了 竟然压了大BOSS 完了 完了 他死定了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有玩家敢靠大BOSS这么近 果然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不过这个BOSS是真帅 如果他是个正常的人类男人 得多少人想做他女朋友 让我先近距离欣赏一下 大BOSS的美颜 卧槽 怎么黑屏了 怎么回事 画面都看不见了 我并不知道弹幕那边的情况 只觉得自己 扑到一块微凉的玉上面 我想赶紧起来 生怕身下的BOSS 下一秒震怒醒来 但发现身体动不了 我的身体 被不知道 从哪来的黑色触手缠上了 他将我和身下的男人的 紧紧缠在一起 我 这特么是什么呀 挣扎半天都挣脱不开 BOSS一直没有醒 我稍微放心了些 开始打量身下的人 然后带着胆子 扒开他的衣领 精致白皙的锁骨 就这么暴露在我眼前 看到那个熟悉的牙印 我瞪大眼睛 这是某天晚上 顾莫池在床上玩的花样太多 我一气之下咬的 咬的力气不轻 却把那个男人给爽到了 老婆 咬轻了 再来一下 如今牙印出现在BOSS身上 他就是我的男朋友顾莫池 天黑之前 我终于摆脱触手 回到二楼 活着的玩家再次聚在一起 眼镜男叹气道 地下室被锁上了 没有钥匙根本就进不去 副本还有两天关闭 如果我们再找不到 真就出不去了 气氛变得凝重 你们是说这个吗 我忽然拿出一大把 穿在一起的钥匙 每个钥匙上面 都刻着是哪个房间的 其中就有古堡地下室的钥匙 他们看我 满脸震惊 一口同声地说 哪来的 我有点心虚 这是我从顶楼离开时 在沉睡的大BOSS身上搜刮到的 我没有告诉他们真实经过 只是说在一间储物室发现的 几个玩家仍旧震惊地说过出话 都没想到我运气会这么好 时间过于紧迫 今晚我们就得行动 舞会十二点 钟声敲响 我们穿上中世纪礼服 小心翼翼地穿过宴会厅的人群 往地下试走 大家祈祷着这个夜晚 大BOSS不会出现 但还是让我们失望了 大BOSS不但出现了 还盯上了我们 当男人伸出戴着洁白手套的手 邀请我跳舞时 其他几个玩家甚至不敢呼吸 弹幕 果然大BOSS还是出来了 只要江早接受了BOSS的邀请 就会像之前那个玩家一样 跳舞跳到肢体扭曲 最后被怪物分食 但不接受邀请 会让大BOSS不高兴 他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 男人阴郁的眼神看着我 等待着我的回应 我硬着头皮接受了他的邀请 然后眼神暗示其他玩家 别管我 我拖住他 你们快去地下室 几个玩家眼泪汪汪 知道我是以死给他们拖延时间 见到他们成功离开宴会厅 往地下室走 我还没彻底放下的心 下一秒又再次悬起来 大BOSS带着我进入了舞池 他的气息离我很近 冰冷又充满侵略性 我看着他 小声说 顾莫池是你 对不对 男人挑眉 不说话 只是捏了捏我的手腕 带着我转了个圈 我们跳得越来越快 我不由得想到 之前死去的男玩家 弹幕全是一群给我烧香的 为了掩护其他玩家 竟然牺牲自己 他真的 我哭死 可惜了这么一颗好苗子 嗯 等等 他们停下了 卧槽 大BOSS怎么把江澡抱起来了 我也有点愣 眼前的男人横抱起我 往楼上走 明明白天还危险重重的楼梯 此时他走起来闲听信步 还轻飘飘地和我说了句 刚才你踩了我四次 我心虚 看着头顶那张熟悉的脸 下意识埋在他胸膛 他没有心跳 我心情很复杂 他把我放到床上 我想跑 就被从暗处的触手 缠住了脚腕 没法动弹 你觉得到这里 还跑得了吗 他漫不经心地松开自己领带 随即将我压在身下 乖 告诉我 是谁把你带到这的 他哑着声音摇我耳朵 果然是他 随后我又愣住 难道不是他 把我带到这的吗 我茫然的眼神 让他眸光暗了暗 宝贝 别这样看着我 我忍不住的 他滚动猴杰 阴凉的气息袭来 就要低下头亲我 被我偏头躲了过去 我说 你是不是吃过不少人肉 以后都别想和我亲嘴了 他神情无辜 我每次都刷牙 干净的 我瞪他 你真吃人了 看着我恼怒的样子 他仰头笑起来 笑得肩膀都在颤 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怎么之前 如果说自己是怪物 你就不信呢 顾墨池双手捧起我的下巴 让我不得不抬头 看清眼前的一切 阴影里无数条触手钻出来 和男人一样 压在我的身上 挑逗着我的身体 他低笑着吻我 现在信了吗 我心跳加快 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紧张 他脸凑过来 怕了 我直接咬他一口 怕你个鬼 顾墨池 我现在是玩家 你要像对待其他玩家一样 杀我吗 玩家违反规则 当然要接受惩罚 他漫不经心地挂下我的笔尖 我听见他说 所以 宝贝 我该怎么惩罚你好呢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顾墨池熟悉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他知道怎么样让我愈先愈死 本来他只有一双手 现在又多了很多触手 没人知道 这一晚 他到底带着我解锁了多少花样 我只觉得 今晚古堡外的血红月亮 都跟着我一起在颤 当我软着腿 从楼上下来时 活着的玩家只剩下三个人 昨晚又死了两个玩家 你竟然还活着 眼镜男玩家惊讶地摘下眼镜 擦了擦又戴上 小胖差点哭了 不过他们没心情问我 是怎么从Bus手里逃出来的 昨晚去地下室 里面并没有探险队的踪迹 一个副本是七天时间 今天是最后一天 如果今天再找不到 迎接我们的只剩下死亡 我皱眉 古堡玩家们已经搜索了一遍 最后也没找到消失的探险队 实在不应该 对了 我想起之前捡到的日记本 赶紧打开日记本 里面只有几行凌乱的字迹 和一张探险队成员合影 根据内容 不难发现是其中一个探险队员写的 传闻这座古堡 拥有数不尽的财富 我们来了 几天的时间 我发现这座古堡 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越来越多的人出了事 我的队友们都不见了 我总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古堡的任何一个角落 可我看不见他们 他们在哪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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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要走了 我找到他们了 老伙计们 原来你们都在等我 我来了 看着越来越混乱的话 小胖着急地挠头 这什么意思 我看着日记里的合影 总觉得自己漏了什么 是什么呢 目光无意间撇到 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 我一愣 猛地想起来 我知道了 一楼宴会厅的话 竟然不解地看我 现在白天 一楼宴会厅仍旧阴暗破败 我们下楼后 在宴会厅尽头 看到了那幅挂在墙上的油画 里面的人密密麻麻 无意不惊恐地看着镜框外 我说 大家快在画里 找合影里的那几个人 众人不敢拖延 开始在画面寻找 我目光从画里 一个个面容上划过 看到了站在最边缘的 外卖小哥 他的身侧 弥漫着雾气 还有之前死在 宴会厅的男玩家 站在中央 类似于舞会的地方 果然是这样 我确信了自己的猜测 在这里死去的人 最后都会去到这幅画里 找到了 在右上角 小胖忽然有些激动地说 我闻声看去 果然在画面右上角 看到几个穿着 类似于工装的人 他们面容惊恐 站位和照片里一模一样 这就是那支 多年前失踪的探险队 他们果然在画里 恭喜玩家 成功找到失踪的探险队 并得知了当年的真相 请在两分钟内 将画烧画 古堡 冰冷的电子音 传进我们的耳朵 快烧画 眼镜男动作利索 立刻点燃了这幅油画 原本微小的火苗 在碰到画框那一刻 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瞬间 整面墙都烧了起来 倒计时开始 请玩家在两分钟内逃离古堡 一分五十九秒 一分五十八秒 冰冷的电子音再次响起 跑 快往外面跑 眼镜男大喝一声 大家一起往外狂奔 古堡被火焰逐渐吞噬 火蛇在后面追赶着玩家 小胖捂着屁股往前跑 好烫 眼镜男玩家 再跑快一点 火药烧到你屁股了 将早去哪了 我在这 我在后面及时出声 跟上了就行 往我这边看了眼 但在看清我这边时 他瞪大了眼睛 心脏差点停了 卧槽 你怎么把大boss牵过来了 弹幕也一片震惊 卧槽将早 怎么敢牵大boss的手 我特么还是第一次 看见有人拽着大boss往外跑跑 他在作死吗 本来大家能跑出去 原本站在楼梯转角 却突然被我牵着手 往前跑的诡诀男人 也有些诧异我的举动 他用只有我们两个人 能听到的声音说 宝贝 我紧紧牵着他的手往前跑 坚定地说 和我回家 弹幕 我靠 这个女人吃了雄心抱子胆 竟然想把大boss拐回家 他疯了吗 这个副本真是刺激 出了个色胆包天的女玩家 在跨出古堡大门的那一刻 一阵强光出现 我最后看到的 是顾墨池那双幽蓝色的眼眸 她突然将我抱在怀里 发狠地吻我 我回来了 回到了干净温馨的家 却没有见到顾墨池的影子 她还没有回来 紧接着 我又听到熟悉的电子音 恭喜玩家成功通过副本幽灵古堡 下一个副本午夜手术室 将在一星期后开始 请提前做好准备 我不可置信 怎么还有 全文完